身穿西裝來到司法院 這名蔡信法官這回不是為工作而來 而是成了被調查的對象 我還是堅持我一貫的說法 我沒有對他有任何的騷擾行為 而且這個是96年前的救案 我還是一貫維持我的說法 我希望司法院長官能夠了解 謝謝 堅稱自己沒有做出性騷舉動 原來他被多名女性侷控 趁著單獨到陽明山吃飯的時候 在車內做出不禮貌的行為 受害者包括法官和書記官 更傳出有其他人受害 這個部分是不是 他們用製造集體的力量 來進行性操擾的指控 比較方便成立他們的指控 這個部分我會提出來說明 這名蔡信法官先被指控 2022年要約女法官到陽明山用餐 趁機性騷擾被移送法評會評鑑 去年11月評鑑成立 蔡信法官移送懲戒法院審理 並建議撤職也遭到停止處分 至於女書記官的指控 則是發生在2007年 法評會考量已經過了三年的時效 決議不負評鑑 但司法院認為不能輕輕放下 還是提交人審會來審議 如果調查屬實 嚴重人可移送監察院彈劾 蔡信法官是司法官訓練所26期畢業 相當資深 過去曾擔任行政庭長 審判長多次針對指控罕冤 強調自己絕對沒有騷擾過任何女同事 但身為資深法官捲入MeToo風波 不只患自己要面對法律判決 還有懲戒壓力 TVBS訓練告署 國影台北報導